大家好,我是杨老多老师 欢迎观看我们灵基础韩语翻译课的第四期 在这一期之中呢,我们要继续讲解的是辅音的部分 好,那这一期之中呢,我们继续来讲解的辅音是进阶辅音 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一页上的前面的这一组 那这一组的话我们叫轻辅音或者我们叫松音,对吧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呢,是第二行的这五个 这五个的话呀,前四个,就严格的来讲 前四个我们可以管它叫做送气音 最后一个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松音 但是我们放在一起,我们来看一看这五个辅音怎么来发音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学习的第一个辅音 这个辅音的话呢,能找到它之前对应的那个音吧 它就是比之前我们学习的那个轻辅音横撇点多了上面的一点,对不对 之前那个我们和比如说阿平的话 它读,这样发音 那现在的话呢,多这一点 我们说它叫送气音嘛,对吧 就是气流上有一个改变 气流的话更强烈 读,这样发音就可以了 不是我们之前控制气流的那个,缓慢的发的那个恰恰 不是这样的了,气流非常的明确 恰恰恰恰,这样读 好,那注意啊 手写体我们已经给出来了 这个音沙体的话 还是写法和我们的手写体有点不一样 另外一点的话呢,大家要注意笔记的 是从送气音,就从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的这个翻音开始啊 我们的福音里啊,送气音以及下一节课我们要学习的锦音 都不再存在前轻后重的规则了 注意是不存在了 好吧,没有了 那你说老师那既然不存在了 为什么在罗马音的标记上 你还给了我们两个呢 给了一个词,给了一个七,是吧 好,这个是什么时候会这样啊 记得我们学习没有点的这个恰的时候 在他碰到一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读鸡的音啊 那他现在加了一点有松气了 也是碰到一的时候 我们会读七的音 所以这个音的话我们就读七 然后和一拼的话我们就变了 那变成七,七这样的 有人说 那这个怎么送气的读鸡 不送气的读七 为什么是这样的变化 其实在我们的中文里啊 鸡和七的这两个发音的差别 就是送气和不送气 他们的这个口型是一样的 但是气流不一样 没有气流的 或者我们气流比较弱的 我们控制住的这一个是鸡 然后送气音的话 我们是七 它和我们中文的其实对应的 非常的相似 是吧 好那只是我们平常自己在讲话的时候 因为是母语者嘛 所以我们不太注意这一点 我们不太说啊 原来这个是气流造成的影响 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已 那比如说到了第一个 第二行的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一样 它有一在里面 对吧 压的这个原因里有一在里面 所以它也是按照七剧度的恰 恰 好第二个的话 我们又标记了黄的颜色 那证明它呢 还是和我们之间学的那个轻辅音一样啊 和上面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发音 读 这两个我们读一样的 规定里就是这样规定的 然后七和呦平是秋 七和呦平是秋 然后和呦平 这个呦不是一啊 所以它不读七了 我们还读 这样去读 好 跟着上下上下的我们过一遍 一定注意这不是前后造成的这两个的区别啊 比如说我双斜两个这个字的话 我们就多恰恰就可以了 没有 因为在位置的不同而造成它发音的不一样啊 好那一样我们去看一看词汇熟悉一下 好那比如说第一个词汇啊 伤口伤口的话呢 我们对应的韩字叫伤处怎么拼啊 第一个字的话呢 上边是长得像人的这个符用我们读斯的音是吧 和阿去拼是撒撒 撒 好那圆圈到底下的话怎么处理啊 圆圈的话我们读的是后鼻音 嗯 所以 上上这样读 和哦平注意这是松气的 而且这个是拿舌面去接触我们的伤恶的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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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不会因为在后面去读别的啊 单独读撒 碰到后面我们还是读撒撒撒撒撒 好第二个呢 科和一去拼我们读的是 其 其 其 然后 其 和阿平 在后面我们仍然读次的音啊 仍然是这个松气的 茶 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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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读 表示的是火车的意思 那它对应的韩字叫汽车 汽 蒸汽的意思其实是蒸汽火车嘛 所以管火车叫汽车 三朝 其茶 好接着呢 这个和一一去拼是 其 其 到后面的话 注意我们该读偏激的音了吧 这是有前情后重的啊 我们偏激的音 知 知 七指 七指 这样读 知识 这是一个外来语 好接着我们看 那这个长得像人的福音 我们和腰 腰里面是有依的对吧 有依的话呢 我们就要读西的音了 我们读 消 消 然后这个字的话放到后边 我们还是读 齿的音 我们读 齿 消齿 消齿 衬衫 衬衫的意思 这样对应的一个外来语 好我们把这几个词汇读一读啊 第一个开始 三朝 三朝 好 其他 준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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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neighborhood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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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 之 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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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在这几个俯音学习的时候啊, 经常有同学说分不清这三个,对吧? 长得像人的,然后就长得像右的, 长得像右上面有多一点的啊, 这几个的话呢,其实发音的区别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需要你有耐心, 很多同学在学语言的时候,特别是学发音的时候, 比较缺乏耐心,我们其实已经给大家讲了一口腔里不同的位置啊, 然后不同的这种发音的方式, 但是你不去细致的体会的话呢, 那你只去用你自己已知的汉语里边的一些感觉感受去处理的话, 那肯定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所有的这个长得像人的,和长得这个像右的啊, 就手戒体长得来像右的, 这两个发音的话呢,我们都归结为是不送气的, 就是它气流很弱, 而这个再加了一点的辅音的话呢, 是送气的, 所以大体上不送气的音和送气的音, 这是你需要先区分开来的, 好, 第二一点的话呢, 然后我们要看这个位置以及发音的方法, 以前我们在讲这个长得像人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它是一个摩擦音, 是吧, 它在发音的时候, 你的这个舌头不会接触到任何的东西, 而是气流通过这个缝隙的摩擦产生发音, 所以无论是它受到了一的影响, 变成了这个偏舌面的音, 舌面的摩擦音也好, 还是本身它自己应该的, 拿这个舌尖的去发生摩擦的也好, 它都是一个摩擦音, 吸撒, 吸撒, 这样去发音, 不碰什么, 吸撒, 好, 而到了这一组的话呢, 它都是阻塞音了, 是吧, 不叫阻塞音, 对比较色擦音啊, 就是先阻塞住, 然后再冲破这个阻塞, 进行中摩擦, 所以它要先接触的, 那它也是受到一的影响的话呢, 我们会用舌面去和善额去接触, 吸, 然后如果是本身没有受到一的影响的话, 正常我们都, 如果我们说的偏重的话, 就是加加这样的音, 然后我们说这个加的音的话, 你也要和我们中文里的那个滋, 杂去区分, 你听啊,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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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区别的, 你说杂的时候就是舌尖, 你说加的时候这就是舌面, 所以我们平常说, 有人直观的感受, 觉得含有的翻译暗现我们中文里面, 大舌头的人说话的那个音, 它其实是有依据的, 对吧, 就因为你的这个发音的话呢, 用的是舌面不像我们中文, 用的是舌尖, 大舌头的人就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我们该用舌尖的地方, 因为舌头大嘛, 它就变成了舌面去接触了, 所以听起来有点像大舌头的音, 那你也可以用这样的理解的方式去读它, 加, 杂加, 杂加, 这样去处理的, 好, 那到了我们最后一组的话呢, 就是和前面这一组比较的话, 就是差一个气流, 就我们中文里啊, 比如说滋和呲, 也是就差一个气流, 当然滋和呲的话都是舌尖音了, 然后滋和漆也就是差一个气流, 那它的话这两个, 滋漆是吧, 滋漆, 恰恰, 恰恰, 就是差一个气流, 所以找好它们的特点, 看看这些关键的翻译的方式啊, 是这个, 哪个位置是舌面啊, 对吧, 其实大部分都是舌面, 这里我们给的就是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舌尖, 这两个全都是舌面音, 那撕的话如果碰到了一, 也变成舌面音, 然后翻译的方法上的话呢, 这个是摩擦音, 后面两个都是色擦音, 那你通过这种不同的区别, 慢慢的自己整理整理, 它们的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拿出来读的话, 大家应该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对吧, 吸, 击, 七, 撒, 擦, 擦, 但你觉得说, 哎呀, 老师, 那这个送气不送气, 感觉听的差别比较小, 正常, 实际说话的时候差别没有那么大, 但是当你熟悉了以后啊, 就你不熟悉的时候, 差别小, 你就觉得听不出来, 但当你熟悉了以后呢, 差别小, 你也能听出来, 这个就是需要你磨练的, 另外一点的话呢, 因为我们说他们的差别有了, 就这两组啊, 差别就在这个气流上, 对吧, 有的时候人不注意, 可能这个说话的时候, 说这一组的时候气流稍微大一点了, 那可能就会听起来像这一组, 这很正常的, 人说话的时候呢, 人也不是机器, 对吧, 我们有的时候说话没控制好, 这个气流就中了, 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可能随着你的这个强调啊, 随着你的语气啊, 随着这个你的语言的环境啊, 就造成了有的时候, 这个气流强了, 这非常的正常, 所以说老师, 我听有的时候, 怎么韩国人说某一个词的时候啊, 这个词我听起来像是后面的, 不要太去纠结这个事情, 我们按照标准的翻译呢, 去学正常来讲的话, 这个是机, 这个是七, 有的时候你听这个好像有一点像, 七的话完全正常的, 但是我们自己翻译的时候, 你控制住就好了, 好吧, 吸, 机, 七, 撒, 叉, 叉, 这样去处理啊,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学, 下一组, 这一组的福音, 你也能够找到对应的吧, 对吧, 就是我们写的时候, 这个里边少这么一横, 或者少这么一个小提笔的东西的, 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前轻后重的, 我们对应的是, 咳和歌是吧, 咳咳, 这样的, 现在的话呢, 没有前轻后重了, 我们就是气流重的, 咳, 咳, 这样的音, 你看, 咳, 咳, 之前的话我们是, 咳, 咳, 这是咳, 咳, 这个气流非常的明显, 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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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 它无论放在前, 放在后边, 都是这样的反音, 咳咳, 不会说咳咳, 咳咳, 到后面我们片成歌的音了, 不会的, 咳咳, 就是这样的反, 咳, 咳, 这样去读, 很简单啊, 我们看一下词汇, 好吧, 好, 这一组的话我们给的, 就都是外来语, 老师怎么都给外来语啊, 因为其实学到送信的这个福音的时候呢, 很多的外来语的标记, 都是拿松起音去标的,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的这个词汇, 那一找, 很多都是这个外来语了, 比如说第一个, 你看, 咳和呜去评是哭, 到后面一个字了, 它还读咳, 咳和语评是几, 咳咳, 咳咳, 就这样读就可以了, 去奇的意思, 好, 第二个呢, 我们气场, 我们有时候就直接音译, 我们中文音译叫克里斯嘛, 是吧, 咳, 咳和语评是里, 斯, 马, 卡里斯嘛, 我同学可能在这会注意到, 说老师, 我听这个音读的时候, 这个单词读的时候, 好像第三个字的那个, 斯, 读成了斯, 斯, 斯这样, 不是呜, 斯, 那个呜的音好像听不太见了, 就像像斯, 这样的感觉了, 卡里斯嘛, 卡里斯嘛, 读快了以后, 特别是读快了以后啊, 这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在韩语里面, 这个呜的音呢, 经常会弱化, 有时候读快了, 这个呜的话就变成一个气音了, 卡里斯嘛, 卡里斯嘛, 正确的, 没问题, 好, 接着往下我们看第三个, 第一个是,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聖诞, 圣诞, 好, 最后一个, 大口腔的原存音是吧, 的和一拼了吧, 到后面的话我们偏的的音了, 的, 跟我读一遍这四个词汇啊, 好, 我们还是听着字典的翻译过一遍, 和一些词汇啊, 哭曲, 卡里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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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크리스마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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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코미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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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学习的第三个福音 还是很好找 是吧 那之前的话肯定是德特的这个福音呢 中间加了一笔 松气 那所以就读 和阿拼 如果没有这个松气的话 就是 这个就是 气流很明显 比如说双弦两个 就这样读 不会读这样 不会这样了 它 它 托 跳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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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简单啊 我们不费时间讲了 那我们过一下词汇 第一个 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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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看到这一组 其实也全都是外来语 是吧 接着第二个简法 k和欧评kot t和欧评kot kot 这样读都是送亲 kot也是送亲 kot kot 接着meeting 这个meeting在韩语里边 这个外来有联谊的意思 组织 一些人通常是这个学生 是把他学生 然后你们这边几个男生 这边几个女生在一起 见面联谊 这种活动 韩语里边我们叫meeting mo和一拼是me t和一拼是t t下面有一个圆圈 读后笔音 t meeting meeting 好 接着触摸 他触摸的话呢 这个前面的字 我们是按照o 这样这个去处理的 其实实际上 韩国人读的时候 有时候按a 我们可以说touchi t和o拼是to 然后这个符音 刚刚我们学的 是吧 和一拼的时候 我们读chi的音 chi touchi 有时候你会听到tachi tachi 好 我们把这四个词汇读一读 tomato tomato cote cote meeting meeting touchi touchi 好 一样 我们听一听 字边翻译 好吧 tom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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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t cut meeting meeting touchi touchi 好 那我们现在看第四个辅音 第四个辅音是 之前我们学的波波 其实你把它放到90度 一转向 就长得跟这个像了 对不对 横 竖竖 横 这样去写 那它变成送起音的话呢 我们就读p的音就可以了 p和a拼是pa pa 一样的 如果双写的话 pa pa 不会是pa pa 不会是这样的了 pa pa 和a拼是pia pa pia po piao po pio poo 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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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送起 per的音 那都是送起的p的音 p阿 pia p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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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组的词汇 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 前面这是送起的对吧 pio 一拼是pio Pio 到了第二个的话 该偏中读了 但是也别太使劲了 不和无拼是 皮肤 皮肤 汉字词 好 接着第二个 我们又给了一个外来语 第一个读音的话是 第二个 和无拼是 后两个都是中心 这样读 接着咖啡 送起音 和 和 拼是 然后 和 一拼是 皮 其实你看 我们去总结规律 什么样的韩语 去标记外来语的时候会不太像 其实遇到 唇齿音的时候会不太像 因为韩语里面没有唇齿音 就像现代韩语里没有 没有 没有 这样的音 就是上牙 下嘴唇之间的这个音 都没有 所以它怎么办呢 它去拿双唇音代替 你像 拨 拨 摸 这都叫双唇音 就是你在 发这个音的时候 你嘴唇都要 接触一下 对不对 拨 拨 摸 你嘴唇都要碰一下 上嘴唇和下嘴唇 拿这样的音去代替 copy 这样读 好 接着疼 不舒服 这个呢叫 第二个 这是疼痛的 圆形 这是一个形容词 固有词 形容词 有东西说 老师我听这个疼 好像都说 那个是经过变化 圆形是 app的 appyor app 都有 那我们现在用这个 app的 是圆形 那我们把这四个单词 也过一过 皮膚 皮膚 spots spots copy copy 好,听听字典翻译 那我们来看今天要学的最后一个符音了 这个符音还挺简单的 手写题的时候注意 因为印刷题的话有点像横 上面那个点 一点一横一圆圈 这样的三笔写出来的 它非常的简单 就是喝的发音 它的这个发音的话 学名叫做声门音 声门 就我们发声的声门 它就是从这个声门里呼出一口气来 它这个发音有一个特点 你记一下 它就是一个气流 非常的弱 这句话你要记起来 因为将来我们学别的发音的时候 它的这个特点会造成一些影响 它就是一股气流 非常的弱 声门音 就这样呼气出来的音 所以它和阿拼的时候就是 呼出一口气来 和阿拼的话就是吼吼吼吼 和阿拼的话就是吼吼吼 和吼吼吼吼 接着和一 和呃 我说错了 和呃 和呃 吼吼 最后和一 吼吼 就这样 就是和的音 这样去读 好 那这一个发音的对应词汇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大口型的原始音 乌和乎 乌和乌乒乎 但你听一会儿 我们在这个字典里的发音的话 听得有点像乎乎的之后 就像一个气流 都有点像呼的音了 但不是呼啊 不是这个唇齿音啊 但因为呜的这个口型很小 这个气流产生了一些摩擦 呼呼 呼呼 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嘛 让大家记笔记他的特点就是 这个辅音 就是一股气流 非常的轻 所以在当你的这个口型小了以后 这个气流流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呼呼 呼呼 好 第二个 第二个 哈纳 哈纳 这个大家经常能够听到 对吧 一 一二三四的这个 一的意思啊 那刚才的这个 呼呼的话呢 是午后 对应的意思是下午 韩国人管上午叫午前 管下午叫午后 好 接着 嘻嘻 这就是嘻嘻笑的这个笑声啊 嘻嘻 嘻嘻 这样去读 休假的话呢 休假 休假 喝和油品是休 休 休假 对那汉字叫休暇 休假的意思 休假 我们过一下这些词汇啊 好 那还是一样 我们听一下字节里的发音 过一过啊 呜呼 呜呼 哈纳 哈纳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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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 休假 好 那今天的讲解内容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一期的之中 我们会讲 锦音 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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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 这几个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还是我们要做一点练习 大家这个 有时间的话 记得关注我的微博 好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了 那我们进入到练习的时间 着急 处置 초지 바다 바다 귀 귀 기타 기타 거쳐 거쳐 토기 토기 비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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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비다